謝謝 現在請各位報名發言 再按一下看 可能你按快了 同樣我都會分五位發言作為一組 然後再交給司長作回應 司長回應的時間是不超過二十分鐘 現在先請王世民議員發言 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下午好 我想有多個領域都想和司長各位探討一下 第一點就是關於中醫藥研發和大健康 在2021年國務院印發了 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總提方案 在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產業中 章節中間又明確了發展中醫藥產業的澳門品牌工業的任務和方向 在澳門審批和註冊同時 涉及到在深合區生產的中醫藥產品、食品和保健品 均允許使用澳門監製、澳門監製、澳門設計的標誌 澳門和深合區制定的申請流程和管理制度 那是否需要推動到國家的層面 在為我們這三個標誌去做一些背書 或者是特許授權或者是宣傳方面 因為在新的一種品牌理念 向內地市民做的一些宣傳傳達 是必須要有足夠的宣傳和背書的力度的 第二點就是關於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 在色度多元裏面 其實我們離不開澳門和內地灣區城市的一個 前店後廠的一個策略 特區政府在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裏面 看來未能好好發揮支持工業發展裏面 可以好好發揮後廠的作用 如果我們看回7.2021行政法規裏面 其實裏面有提到 有關補貼範圍的財產 是必須要在澳門特區裏面使用的 裏面當然包括了一些生產設備 也有構置一些資訊性軟件和系統 但是如果用回這個思路 即是我們要前店後廠如何互動發展 這些援助政策有沒有條件 延伸到適合到 例如未來的大灣區這個各個城市 再近一點的就是我們深合區 將來的環球 即是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去盡快去作出這個部署呢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這個 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 因為在這個施政方針裏面 我們看到完善有利於科技企業成長 發展的政策環境裏面 司長剛才的引介也有提到 就是要為一些科技企業 要有一個認證的制度 想具體一些了解 所提及的認證制度 其實是甚麼制度呢 在深合區的拓展業務的政策支持下面 其實澳門和灣區的城市 又適不適合所提到的這種認證制度呢 當局會不會推出更多的一些支援措施 是促進在譬如這些科技領域的人才 資訊、技術、資金 或者是關鍵要素的一種跨區域的流動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在大灣區科技創新裏面 是必須要注入這些元素和活力 也都要帶動到澳門的 那會不會有一些具體的思路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昨天呢 在法務司的一個回應裏面呢 也都提到的 就是說有602個數據集 是可以有平台給業界可以調用的 那有多少相關的數據集呢 是來自精彩範疇的呢 這些數據集 它只是一般性的內容 它的資訊其實是提供一個內容 是即時性的 還是一些滯後性的資料呢 那同樣在這個高精尖的科技領域之外呢 那也都想看看會不會有一些什麼的政策 是吸引本地的軟硬件方面的科技人才呢 繼續留澳發展 因為隨著這個時代的發展呢 其實都會有 不斷會有新生一代的科技領域的年輕人呢 投入市場的 那我們澳門呢 其實都很需要這些本地的力量 去推動澳門的中小企 的一個科技上面的應用 另一點呢 就是想了解在這個關於 司長提到的 我先提這個SIPPA 因為 待會這個關於我們直播直銷 即是怎樣可以跨境的這個問題 或者我待會再補充問 那在SIPPA方面呢 其實 我見到那個內容有提到 就是說可以突破 在澳門含有肉類和海產類食品 去利用SIPPA 就出口到內地 那其實澳門呢 大家都知道了 澳門食品 澳門這個美食呢 其實都是已經世界有名的了 那但是呢 對於內地的食品進口呢 也都有著很嚴格的監管 例如是對一些動物原性啊 奶製品啊 肉製品的呢 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即是這些食材呢 不是那麽容易 用這些食材製成的產品呢 食品呢 就不是那麽容易 真的可以入到內地了 那麽我們都知道呢 過去呢 也都做了很多努力的 例如月餅 那麽我們都是一個品牌 一個品種 然後呢 就跟內地呢 就差不多一個條馬 逐個逐個傾 都有一些成功的情況 那麽但是這一種的進度呢 實在太慢了 那究竟在相關的策略裏面 究竟它會是怎樣的呢 而在那個內文中間呢 就沒有提到說 譬如蛋類啊 奶類啊 這方面的 那會不會其實是在第一個階段裏面 是不包含這些的呢 還有一個策略 會不會是 用一種 譬如配額 只要 無論你一個企業 無論你做什麽產品 你只需要是用到 符合這個新的SIPA 約定 那那個製品都可以入內地 還是怎樣 可不可以有更具體的一些策略 去告訴我們呢 另一點呢 就是 在司長這個稅務領域呢 其實也都有提到的 就是說 澳門呢 在浦宇是國家投資的企業 它股息分配回來澳門呢 是免鎖得稅的 那司長也都多次提及了 在這個OECD 這個經合組織裏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稅務約定的 那我又想問一下 那在這個政策裏面 和OECD的政策 其實有沒有抵觸 如果沒有抵觸的 我們可不可以擴展的領域 就是去到譬如華語地方的 投資的股息分配回來澳門 一樣可以免呢 那如果是有矛盾的 那這個政策又 其實它背後有什麽政策去支持 它去運作 這方面的元素呢 那我先提到這裏先 麻煩 請顏易行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下午好 剛才司長在隱界的最前面 也都提到2022年 是北京考驗的一年 尤其是三年的疫情 再疊加起618這一場的疫情 對澳門整體的社會經濟 民生等等 也都是有很大的影響 特區政府呢 也都採取 及時的一些措施 尤其在618那時候 也都推出了一系列的 一些的措施呢 去保障我們民生 也都支持我們 企業的存続這一方面呢 我個人是表示肯定的 那在這裏呢 也都有幾方面 就著明年的一些的施政 想和司長去交流一下 那第一呢 就是說 剛才提到 在百億援助計劃裏面 那其中呢 也都有一個 是針對於中小企的利息補貼 那在這一段時間 也都在 經科局的網站上面 也都看到一些的訊息 就是一些的公佈審批的數字 那目前來講 也都已經 審批呢 已經是有六百多單 那在這裏呢 也都牽涉到 各行各業 那想了解 就是看看司長的看法就是 對於整體現在目前來講呢 這個的申請的情況 是不是符合 當初出台這個措施的一個預期呢 那未來會不會再去檢視 怎樣去支持在中小企的發展 因為在施政方針裏面呢 施政也都多次去提到 就是說在中小企的支援 包括在數字化的發展 那早前在數字化的發展裏面呢 其實都有一些的 包括餐飲業的後台的 一些的資助計劃 那都在業界呢 是得到認同的 那在一方面想了解一下 未來呢 那對於中小企 除了在援助上面 包括在數字化發展轉型上面呢 會有一些的什麼措施 那另外在另外一方面 在第二個百億援助裏面 那生活補貼呢 已經是出台了 那當時在一百億裏面呢 也都是使用了五十九點二億 那也都想問一問思想 現在剩下的四十多億的這個數字呢 那會不會在接下來的時間呢 也都有一些的部署 那剛才提到呢 那中小企的數字化的轉型 那我相信在政府的 和居民的一些的變文變商上面 在電子商務上面呢 也都需要有一些的轉型 那其實我比較關注就是 包括就是 之前在八億援助計劃裏面 那很多的中小企 那可能是因為沒有按時去 去申報一些的稅項的行為 那也都出現一些的 可能申訴的情況 那也都看到過去呢 也都透過一些質詢呢 那財政局呢 也都有一些的回應的 包括就是說 怎樣去推動呢 在線上化去履行這些稅務的行為 那最近呢 也都這個稅務的一些的工作呢 也都是延伸到去一胡同 那這一方面呢 也都是有利於居民呢 去做一些的 可能是稅務申報啊 或者去查詢 那但是呢 我們看到 當時在質詢回應裡面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繳交房屋稅上面呢 過去呢 2021年呢 有16%是透過線上去繳交的 那2022年呢 就高了一些了 就差不多去到 翻一倍 31% 那未來怎樣可以再去推動 更多的居民呢 是利用一些的 線上的支付的一些平台呢 去減輕我們 無論在金融機構啊 以至是公共部門呢 一些的櫃台的壓力 那第二方面呢 就想聽一聽 關於在就業上面的問題呢 那是歷經三年的疫情呢 勞工局呢 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一些的配退會啊 招聘啊 建集計劃等等 其實也都是取得一些的成效 那都想了解一下 未來下一步呢 會不會在那個大樽培訓上面 還有一些的什麼的新的措施呢 可以去支持到 更好的一些的就業配對 轉業的一些的競爭力 以至就是呢 支援呢 我們青年人就業 和職業生涯規劃 那其實我們 我接觸一些的年青人呢 他在一個 積出前程的計劃裏面呢 其實都有部分呢 是有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成果 亦都是找到一個正值 那這一方面呢 亦都是得到肯定 但是未來怎樣 可以在現在目前來講 這個的經濟環境呢 可以去繼續去推動到 更多 讓到我們居民能夠 真是正如 之前管員你都講到的 先就業 後責業的 這一個的方向呢 那另外就是說 在在職人士上面呢 除了 就是剛才講到的 一些就業的問題 在職人士也都 他需要一些的支援 就是包括就是說 在在職上面的 一些的競爭力的提升 以至就是說 都一個經常性談到的問題 就是在一些的 職業稅的一個調整 那之前在 財政預算上面呢 我們都提到就是 其實往後 具不具備條件呢 對於職業稅的 那個的壓度 14萬4 和一些的殘制人士的 19萬6 這個的壓度 也都有一些的 調整的空間在那裡 那還有就是 在那個 援助計劃裡面呢 有一部分呢 就是聘請 一個的 代業人士的 一個的計劃裡面 那也都因應 618的疫情呢 延長了 那個申請的時間 那在早前看到的數字 就是 9月底呢 有 接近1700個的申請 那請問思想就是 目前整體的審批情況 以至是遵助的發放的情況 是怎樣呢 那另外 另外一部分 就是關於 在金融方面 那也都是 在思想範疇 大力去推動 也都見到有一定的成效的 尤其 除了是 整體的一些的 債券等等 在這方面發展 民生方面 就是最大的變化 就是在電子支付上面 在 在 特區政府的推動 以至就是 金融業界的一個的 在疫情下面 有一些的 廢率的返環上面呢 是支持了中小企去發展 那施政報告裡面 都提到就是 未來也都會去 繼續去推動 最易用的 使用的範圍 那也都想聽一聽 施政的一個 的未來的方向 還有就是 那個快速支付系統 FPS 也都會有 推出第二階段 也都想聽一聽 就是整體那個 在金融支付上面 變民變商的一些的部署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 施政報告也都提到 就是說 在科技上面 是會建立澳門 在深合區 都會建立 中泡科技中心 那這個商中心的情況 也都想 施政去作一些的介紹 未來呢 怎樣去利用這個商中心 去推動到我們的科技的發展 從而呢 也都可以帶動到 我們有更多的 青年的一些就業的機會 那最後一方面呢 都談到就是 區域經濟的合作 那區域經濟的合作 我相信呢 也都能夠推動到 我們澳門經濟色度多元的一個發展 那目前來說呢 特區政府都跟不同的省份 有一些的合作 那未來呢 在一些的 和內地省市的合作方面呢 會不會還有一些的 新的部署呢 繼而 也都是能夠發揮到 我們澳門的優勢 去和這些的省市 去打通 和蒲羽系國家 以至是一帶一路的 一些的國家的合作 也都去帶動到 我們內地的企業走出去 外地的企業走進 請高錦輝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那在這裏 都首先 感謝司長的團隊 在疫情下邊 其實 大家看到澳門經濟 單一的狀況下 大家都喊得很辛苦 那麽你的團隊都提出 都推出多項的 維民的措施去改善民生 都看到 努力在當中 那這裏呢 就有三個問題 想 和司長請教的 那 第一個問題就是 澳門現在其實呢 是加快緊 金融業的發展 在司典報告裏面呢 亦都提到要 促進現代金融產業的 高質量的發展 那透過金融行業的改革呢 推動經濟多元的發展 我們現在目前 其實進行中的 是個法案呢 包括有 金融體系法律制度 貨幣設立 和發行的法律制度 稅務法典 這些的 立法和修改的工作 信託法之前已經是完 很清楚了 那 想問一下司長 就是說 通過這些法律 或者其他方面 究竟我們現在的 特色金融的發展的狀況 通過這些法律 有沒有一些什麼突破的地方 那未來 在推動金融家 這些發展上 有些什麼規劃呢 在引介上 鄭先師長都提過一下 如果一會可以的話 就詳細些介紹一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想問一下關於 旅遊會展的 那 其實上一個月 就是第27屆的MIF 2022MFE 和2022的Purpose 其實在三展聯動 連續舉行了三日 看回數據 就是總共是組織了 700場商業的 合談會 350場的雲配隊 直播 就是吸引了340萬觀眾 看到這些成績 我們都很開心的 那實際上 還有些什麼可以 告訴社會大眾 聽的呢 其實在1加4 適度多元發展下 我們要優化產業的結構 來促進我們經濟的復甦 提振整體的經濟 就是旅遊加會展的聯動力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看回我們有什麼策略 真是可以帶動一些高端的 一些商務的客群 來到澳門這裏 因為 在施政裏面都特別提到 就是要實現加速經濟的復甦 和積極謀求發展這個施政的目標 所以在帶來高端商務客群那方面 以帶動整體澳門高增長的經濟方面 有什麼想法呢 第三個問題 就是剛才顏夜行議員都提過一下 就是關於中途科技中心的問題 那看回其實自從2003年開始 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澳門 搭建中國與葡萄與系國家的橋樑這個作用 在20年之間 國家將中國土與葡萄與國家貿易合作論壇 部長級會議都定期放在澳門舉行 那個常設秘書處都是澳門的 真是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如果看回澳門 就是作為一個中央平台的功能 那經濟當然是這個平台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然而創新科技是一個發展 引領一個很重要和很大的力度來的 那這個中央科技中心究竟它是怎樣運作 還有將會預期帶來一些什麽的成果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講科技 它的成功的百分比有時不是太高的 投入都可能會比較大的 但是如果一有成果的時候 那個成果也都非常驚人的 那所以在這裏都看一下 請師長有機會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當中 是怎樣的規劃和願景是怎樣的呢 請問到這裏 請李鎮宇議員 多謝主席 師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就住師長的經濟範囚領域 有幾個方面的問題想和師長探討一下 首先就是這個就業的問題 由於本土過度單一的診業結構 即使當局業下是持續加強就業的配對工作 就業的形勢依然是不用樂觀的 尤其6.18疫情之後 就業的形勢迅速惡化 第三個就業調查顯示本地居民生育率為8.5.2 就業不足的居民達到5.2萬人 雖然中央政府已經放寬內地居民 富澳自由行電子簽註和富澳的旅行團 但是房屋的旅客量並未因此有明顯的增加 本屋的營商環境和就業的形勢依然是不容樂觀的 請問師長閣下 增併本地墮業居民補助計劃實施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未來會不會再次延長申請的期限 面對失業和就業不足人數居局不下 而本澳又能力消化的這個局面 會不會考慮出台措施鼓勵居民傳往深入區 乃至台灣區就業 疫情三年本澳畢業生就業的情況怎樣 全職就業的畢業生比例大概是多少 其次也是職業教育的問題 而年度施政報告指 將促進已到職業技能的胡同 加強和內地職業技能等級 和專項能力口證對佔的工作 加強和台灣區城市的合作 透過培訓資源的互補和運用 共建培訓基地 推動區域人才協同發展 而新年度的施政報告指 勞工局、唐廣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以及澳門旅遊學院 在今年8月 在橫騰設立了 粵澳合作技能人才評價工作站 推動一事多政 座居民提升職業競爭力 首批通過餐廳服務員 厚核的36名學員 是可和發內地勞工局和旅遊學院 認可頒發的證明和證書 請問施政閣下 本澳和內地 尤其是帝灣區 加強這個職業技能合作 取得哪些的進展 和帝灣區城市共建培訓基地 事宜有甚麼進展 越澳在橫騰設立的 越澳合作技能人才評價的工作站 未來會針對哪些職業或工種 開展一事多政的工作 第三方面是完善統計指標的問題 關於統計指標 其實在歷次的帕灣大會上 我都有問及的 本澳人口努力化為加劇 統計局的資料顯示 剔除居澳的外僱和外地學生之後 一年本澳人口中 65歲及以上的人口佔百分之14.6 努力人口撫養比是百分之21.5 即是約5名成年有人撫養 1名的努力人口 對於有關的表述 社會都是集而為常的 不過 關於老齡人口撫養比 這個普遍使用的統計指標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 在某種程度上 是基於年齡歧視的這個架設 指撫養比是假定 每個勞動人口都有工作 而每個65歲或以上的人都被認定為依賴者 而依賴即是基於年齡歧視的假設 實際上有相當數量的勞動年齡人口並未工作 而很多65歲或以上的人依然是屬於積極的勞動力 有研究表明 目前年齡歧視甚至比性別歧視更為嚴峻 和普遍這個對長者和整個社會都有深遠的影響 請問思想局下 雖然撫養比一次是國際通用的統計指標 不過鑑於世界衛生組織 自由軍的指標存在令人歧視 當國對此有甚麼理解 未來會否針對相關指標定定 是逐出改善 由於社會較為嚴重的年齡歧視 影響了長者的最執業 請問當前長者最執業的情況如何 和過往相比 長者最執業的情況 是不是已經改善了呢 如果沒有改善 有甚麼新的對策 第四方面 是關於促進婦女勞動權益發展的問題 鄰近地區女性僱員的勞動權益近年 不斷發展 例如深圳市日前 是明確女職功痛經 確診之後是好 休息一至兩天 另外 內地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 將男女平等 是基本的國策 是納入國民救育的體系 明確婦女的人格專員不受參犯 進一步完善預防和處置性騷擾 性侵害制度機制 進一步完善苦力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的權益 在消除就業性別歧視上 明確就業歧視的具體情況 將就業性別歧視 納入勞動保障的監察這個範圍 雖然本澳女性僱員產假 已經提升至七十天 不過 不管是和鄰近的地區 還是和國際勞工公約水平相比 仍然有較大的差距 並且對於女性僱員產假 乃至女性僱員其他勞動權益的發展 當局一直是沒有明確的時禁規劃 給人一種遙遙無期的感覺 請問思長局下 明年度的施政報告指 將有罪開展 產假報酬補貼措施檢討的相關工作 當局將於何時就勞動管理罰中 女性僱員產假和其他勞動權益的問題 或者保障進行檢討修訂 有沒有具體的事禁表 最後是關於聯新工業村產業升級 對就業的作用問題 政府在積極參與生物區建設的同時 也都是不斷地挖掘自身的潛力 例如透過修改聯新工業村地段劃分的規章 放寬地段內建築物的高度 而吸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產業陸戶 為產業多元貿求新空間 根據明年度的施政報告 工業村內已經吸引大數據中心 漢豐製藥廠 以及具高科技含量的破壞牌製造商陸戶 顯示工業村內的傳統產業 正逐步向高新的產業過渡 請問思長局下 隨著工業村內相關企業的陸戶 本地居民就業空間 是否都是隨著得到托寬 本地居民在工業村內的就業情況 現在是怎樣的 未來會否鼓勵入住的工業村的企業 優先聘用本地居民就業 多謝 請馬耀鋒議員 所謂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大家好 首先想和思長探討一下 關於電商平台的問題 疫情對於我們傳統的商業營運模式 形成了挑戰 有見及指 政府近年大力鼓勵電子商貿的發展 而且在2022年的時候 落實了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 去加大對企業轉型的支持力度 也有一定的成效 但是現在本澳中小企電子化的經營 主要是集中在經營的管理 和付費方式上 和打造電商平台 實現互聯網化、數據化、智能化和數字化 這些在原地計劃中的方向 發展都是處於一個起步的階段 而且受惠的企業類型都相對單一 客源主要都是集中在本地的市場 其實是會形成具體的一個規劃 未能形成一個經濟的效應 另外在本地的電商平台發展 其實已經有十年了 但是對比在國際的市場 特別是內地的一個市場的發展趨勢 相對都比較落後的 儘管在2009年的時候 推出了兩項的電子商務的推廣鼓勵措施 去鼓勵企業應用電子商務 但是也沒有一個明顯的成效 尤其是跨境電商方面 受制於本澳的跨境物流 以及支付未能夠有效打通的有關限制 以及本澳的商品的生產規模 通關取證、全倉成本 以及人才不足這些不利的因素影響 亦都令到本地的電商平台發展 與鄰近的地區有較大的差距 為此想請問當局 未來在推動電商發展方面 有沒有甚麼進一步的方案或計劃會出台呢 另外去精準地解決本澳電商平台發展一些核心問題 剛才提及到的問題 另外在跨境電商方面 藉著未來琴奧深度合作區的逐漸發展 利用一線放開、二線管署的優勢 商品通關和關稅方面 有沒有甚麼新的優惠措施或政策 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真正推動不到本澳的商品 去打入內地的市場 令到本澳的經濟發展 可以創造更多新的機遇呢 另外想講一講 關於旅遊家方面的一些探討 思想我覺得我們應該多些思考 透過旅遊家的模式 去吸引更多的旅客來到澳門延長消費 更好是打造澳門 邁向世界旅遊遊遊行中心的建設 首先探討一下旅遊家體育 好像剛剛過去的 格南披治大賽車剛剛完成了 澳門也有一個體育旅遊城市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名片 過去澳門也藉著 優越的一個酒店 又或者是場地的一個資源 去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體育城市 例如有足球、籃球、拳擊等等 都收到不錯的一個成效 早前行政長官也批示裡面 提及到 博彩經營的批級招標書裡面 會將11項非博彩項目 納入投資的計劃裡面 一來可以為澳門帶動旅遊產品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行業的多元化 提供更加多的可能性 雖然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可能會沒有辦法去舉行一些國際性的賽事 但是可否透過邀請國家的精英運動員 來到澳門去舉辦一些國家級的一個體育城市 或者是爭取澳門作為一個知名賽事 一個行常性的舉辦地方 令到我們澳門這個體育旅遊城市的名片 傳落到世界各地了 跟著增加我們這個旅遊產品的一個多元發展 所以我想問一問思想 在推動本澳的體育加旅遊項目上面 打造本澳旅遊城市的名片品牌方面的話 政府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規劃 或者是未來的工作的計劃 或者是有些新的元素 或者是新的規劃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在疫情下面會不會去考慮 透過與國內的知名定級的體育賽事去合作 同時作為本地的多元旅遊發展的一個試點 另外想說一說奔海加旅遊的發展 因為我們2015年開始澳門是正式劃定了專屬的海域 開始之後我們其實有一些海上的旅遊產品的推出 例如是深出發、澳人食住遊的觀光船路線等等 也藉著海濱旅遊專項資助計劃 去鼓勵本地的業界推出多元化的海上旅遊產品 經過了多年的規劃的推動下 依然都是處於一個摸索的階段 未能夠打造出一個成熟的旅遊項目 未來可不可以多些和我們大灣區的城市互相聯動 以及去發揮大家互相的作用 以及鄰近的地區有些增加我們與鄰近的地區 或者是城市的一個競爭的優勢呢 所以現在就想問一問師長 在比如說奔海旅遊方面 目前有沒有些甚麼發展的進展 或者是有成效的一個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或者是有些成熟的一個海上旅遊產品 可以讓我們大家知道或者是向外推銷的呢 另外是用水路串聯澳門或者大灣區城市的旅遊脈 可以擴大本澳的旅遊遊的一個市場的 過去其實政府也都透露過 另外相關的工作是要有跨過多個部門 或者多個領域的合作和配合才可以完成到 請問現在於推進是兩岸一檢的方面 相關的工作的進度又是甚麼階段呢 另外也都根據政府的一個資訊顯示 澳門的航道其實不存在永濟的情況 也都擁有很多的沿岸的上落的軟硬件配套的設施 請問當局會不會考慮引入水上巴士的旅遊 或者是交通模式去發展澳門的環島遊的長線 或者是中長線的一些海上旅遊產品 去結合和發展荔枝碗 又或者是澳門最南點 路環蝙蝠洞、九澳燈塔等等多元化的沿海景點 去拓展澳門的旅遊元素呢 接著來 另一方面在施政報告裏也都指出 要引領博彩業界更加去紮實推動 博彩和非博彩元素的產業之間的一個聯動效應 也都想問一問 當局會不會多些思考 怎樣可以將本地的教育發展和博彩業聯動發展 的可行性呢 當局會不會有更加多去參考我們本地的辦學團體的意見 和博彩在以往對我們教育界的一些發展的貢獻 或者工作上面的基礎上面 去給更加多的合作平台 和研究更多發展的空間 去推動加大博彩 對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的投入 所以也都想問一問師長 現在其實澳門在十年間的教育發展是非常之快的 就好像非博彩教育學校和其他國內或國外地區的學校 也都有遞結姐妹學校等等的友好關係 當局是否可以思考更多推動旅遊家教育發展的可行性呢 其實相關的一個項目也都可以增加到我們旅遊家方面的多元的發展 促進到我們更加多的客源來傲 多謝師長 請師長回應 多謝主席 多謝高錦緹 黃世民議員 顏易行議員 高錦緹議員 李鎮議員 和馬耀豐議員 李鎮議員 我想在這裏我相信大家討論的問題 其實都 我作為一個歸納我想都是一個明年我們要做什麽的問題 從經濟範疇我想我們提出兩個方面 和大家談到 第一個就是復縮 第二個就是發展的問題 雖然六一八事件的衝擊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有國家的支持和中央政府對我們的關心 明年在速經濟復甦方面 我們提出是有幾個方面要做的工作 我想也會和剛才幾位議員提到的問題是相關的 第一個是開拓客員的問題 主要由旅遊局、貿促局和經貨局和我們都會和社民司來加強合作 推動旅遊加城市、旅遊加美食、旅遊加匯展、旅遊加大健康 亦都包括延學 剛才亦都提到有關體育的問題 特區政府亦都在預算裏面 預了6.5億 作為抗客員的資金 包括對酒店、交通方面的一些優惠 希望顧客能夠多來澳門和留長些時間 另一個方面大家知道現在 疫下的情況 希望市場的需求不足 所以政府在這方面 亦都透過積極的財政政策 來填充市場的不足 與此同時亦都希望透過政府的財政政策的投入 來盤活我們自己的內需 所以在2023年 我們在BIDER的投資達到223億 如果回顧一下 在2020年 我們總共是投入 預算是116億 2021年是141億 2022年是185億 明年是223億 我們希望加大在民生基建方面的投資 能夠令到我們的市場 有一定的個個活力和資產 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大家比較關注的 剛才議員提到的 一個社區經濟的問題 我們希望在社區明年能夠 集引流、體驗、打卡 一個消費的一個綜合的促進經濟模式 讓它扶持中小記在善上善下的宣傳 希望創流量、講故事和做內容 至於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方面 我們也會豐富有關特色店的計劃 也會推動智慧的管理後台 穩定內需消費 以及推動電子商務 以及希望部分企業有條件 提升他們的管理 建立他們的標準 尤其是我們希望能夠推動M-Mark的使用 建立了標準後 他們未來有機會走出澳門 剛才我也提到有關智慧的管理 這個也是幫助中小記 建立一個帳目的制度 建立一個清楚的帳目制度 這個除了對自己的管理需要之外 未來如果有機會去大灣區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清楚的帳目是需要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會有一個 相對來說有政府援助的會計系統 推給中小記去使用 另一方面我們也想希望有關的 剛才也有議員提到有關就業的問題 在這裏我先講一個數字 應該週五會公佈我們的最新失業率 應該是有條件由5.2回落到5.0 當然這個數字 也不是一個不低的數字 正如剛才議員提到 其實1至11月到昨日為止 我們已經是幫澳門代業的工友 找了5,762個崗位 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盡量幫待業的朋友 能夠改善他們的就業機會 另外剛才也提到 有關的政府一個寶助企業 聘請本地人的計劃 基本上如果去到昨天的數字 應該有超過2,000個崗位 是受為這個措施 我想這個措施 除了政府之外 亦都有工聯的組織和商會 一起去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大家想辦法 找方法去試 然後得出的結果 初步效果不錯 會否繼續下去 我想我們密切關注 如果有條件 我們都會再延伸 有關的補助計劃 但明年 我希望除了對接之外 希望我們的復甦和工作 能夠順利的情況之下 這個才是治本的方法 另外也希望金管局 旅遊局 那個生產力 促進中心 甚至經科局 我們希望和勞工局 一起聯合在一起 為本地的居民提升他們的專業 或者職業方面的技能 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會展、旅遊等方面的培訓 職技能方面 我們要集中在建築批凌環節方面 剛才李鎮議員提到證照的問題 我們未來也希望一事多剩 另外在復甦中的要素 最後一個我們考慮就是 我們繼續支援民生 推出為民為商的措施 所以明年我們撥出237億的預算 繼續支持僱員、企業和居民 在這個疫境的情況之下 繼續做好我們的復甦工作 這個是整體來說我們對復甦的安排 另一個就是發展的問題 發展呢 我們會落實行政長官一加四的那個參與政策 一就是指加快推動綜合旅遊休閒業的發展 明年新一輪的批級博彩合同 大區政府將會促進行業發展 非博彩元素 從而來到豐富我們的綜合旅遊休閒的條件 將非博元素 希望構成未來一個發展的板塊 希望博彩的板塊和非博彩元素的板塊 能夠形成合力 從而提升整體我們未來的競爭力 四是包括發展金融業 首先我們也會不斷完善有關的金融法律法規 鞏固除了銀行和保險業之外 我們希望重點發展有關的債券業務財富管理 同時也希望結合橫琴金融電子維網的建設 進一步琴澳一線互聯互通 拓展我們的市場空間 第二方面就是希望發展科技的產業 承接澳門的科創資源 借助生物區擁有的那個產業基礎空間 目前已經有陸續出台 支持集成電路的發展的科創措施 我們希望加快有關澳門研發 橫琴轉化的大力的促進產學員的合作 今年一至十月如果在橫琴有關集成電路的營收方面 大約是19.72億人民幣 但是三分一跟澳門有關 這裏包括澳門的企業和澳門的科研機構 所以這方面我們也會著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另外剛才議員也提到會展的問題 我想加強會展的活動 尤其是招商引資希望能夠形成一個聯動的關係 我們希望助力企業能夠拓展相機 另外也在會展方面 我們能夠正如剛才開場的引述都說 我們希望能夠一會展是兩地 變成一個合力的效果 第四方面就是中醫藥大健康方面 我們希望把握好明年有關協和醫院的投入使用 推動大健康產業 同時也都是生物區也都是新近 也都是推出有關 支持生物醫藥大健康的有關有為政策 我們希望和我們的那個大學的研發 和本地的那個有關的那個中醫藥業 能夠結合橫琴這個場景 形成一個合力的關係 之後我會再逐個就剛才討論的有關復甦 以及發展的內容 再跟大家再逐步去討論下去 我先將這個做一個歸納 因為我相信北京今天怎樣討論 都是如何去在齊心合力的情況之下去促復甦 在穩步推進的情況之下去推發展 那這一方面我先做一個這樣的歸納 那等一會我再跟大家再建議 再跟大家談 那或者主席我想請文局長 跟大家講講旅遊的問題 尤其是剛才講到的賓海旅遊 大局長之後再重點講一講 我們的中埔科技中心 我們的構思和我們的發展是怎樣 我們逐步深入和開展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 是 多謝司長 主席 各位議員 那回應回馬耀峰議員的一系列 有關於旅遊的問題 那既然司長怎樣提到關於這個賓海旅遊呢 那或者我就在這個賓海旅遊那裡 開始回答先 那其實我們一直都是自從特區有了這個可以管理的水域之後 我們都一直在推動著那個賓海旅遊的一個發展 那最初的時候當然首先是鼓勵一些船公司去到設立一些賓海旅遊的 或者是推出一些海上旅遊的一些活動 那然後呢 那也都是一路在這裡做的 就是一路也都是和他們發掘一些的上落客點的 那也都很多謝所有的不同的政府部門 因為牽涉的政府部門都非常之多 除了海市的部門之外 那陸路交通啊或者其他配套 因為其實我們說是說 奔海旅遊 但是其實它都牽涉到很多不同的一些部門的 那因應這樣呢 其實我們自2018年有了這些的船之後 到今年的10月31號呢 那兩間船務公司呢 是總共都開出了超過4000的航班 那也都是載客量超過了11萬那麽多的了 那除了他們一般的一個奔海旅遊 即是他們的海上旅遊的一個定期航班之外 那他們也都會是 譬如好像有一些的夜間活動啊 譬如好像煙花啊 或者甚至是是今年的這個 這個無人機的時候呢 他們都是再開出一些特定的班次呢 去到迎合一些不同的旅客的 那在未來來講呢 我們都會繼續呢 是跟我們不同的政府部門 去看一下能不能夠找多一些的一些靠拍點 那從而是可以呢 去到有多一些的一個 就是奔海旅遊有更好的發展的 那我們呢也是推出了 是關於這個奔海旅遊的一個資助計劃 那其實都是見到有一些新的點子是出了來的 譬如今年有不同的團體推出了一些的海上大冒險啊 甚至是一些的奔海的瑜伽啊 這一類這樣的產品 那其實我們覺得呢 是可以調動到更多的 我們民間的一些智慧呢 去到為我們奔海旅遊去到繼續發展的 那至於海島旅遊呢 那其實我們準備呢 都是組織我們的業界呢 去到這個通過我們橫琴深河區 去到我們珠海的一些海島呢 去到看一下 怎樣可以繼續去到發展一些 一些一程多站的 包括了珠海的一些海島的一些的旅遊的 馬耀峰議員剛才也都提到這個體育和旅遊 甚至是這個教育和旅遊 甚至是我們博企 怎樣去到大力去到推動一些的旅遊 或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的 那當然體育旅遊呢 如果說回呢 我們其實根據一些數據呢 因為我們做了一些旅客調查 大概45%的受訪的旅客呢 都是表示他們有興趣來澳門去到觀看一些賽事 或者是參與一些體育的盛事的 那而這些的客人的年齡層呢 都是比較年輕的 大概是18至24歲就佔了36% 25至34歲就佔了47% 這兩個年齡層加起來 已經是八成的受訪旅客 都是說是追捧我們的一些體育賽事的 那當然我們覺得呢 在現在的 就是我們有隔人披置大賽車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都會繼續跟體育的部門去到合作 去到吸引多些的體育盛事 那我們最近都做了一個 不是完全是體育的 不過呢都是一個街舞的 一個就是這就是街舞5這個活動 都吸引了超過一萬的觀眾 是來到澳門 那如果說說 他們在線上面看 是更多人可以觀看到這個線上的一個直播的 那在教育方面呢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做一個 就是委託了中國旅遊研究院 在做一個關於澳門發展延學旅遊市場的 一個諮詢的研究的 那今年應該是會完成到這份報告 那之後呢我們都會逐步去到 要跟進呢是作為一個行動計劃去到發展 這個旅遊和教育方面的 教育或者研學方面 那當然今年我們有這個 澳人食住油的研學篇 那這個都可以作為一個基礎 但是在未來來講 相信有更大的 更多的功課是要做的 那博企方面呢 我們雖然就 就是現時來講 我相信呢 除了我們旅遊部門和它合作呢 也都有不同的部門和它合作 但是單在旅遊部門的話呢 我們都推出了一些 譬如好像無障礙的溝通啊 甚至是一些土生菜的一些培訓 甚至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一些培訓計劃的 包括營銷啊其他 我相信這個的發展的空間也都是非常大的 我回應到這裏多謝 關於江塞、顏議員和高議員呢 關注的中蒲科技中心方面呢 我想報章一下 中蒲科技中心的籌備呢 是在我們過去呢 一個良好的澳門透過這個平台呢 和蒲羽國家相關的科研機構 和它們的科技加速器呢 這個合作的基礎之上呢 亦都是得到國家科技部的大力支持 在這個國家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之下 澳門呢 是和橫禽森合區和珠海 正是由去年開始呢 我們是積極地籌備這個中蒲科技中心的 初步的構思呢 是雙中心的運作 實體的運作中心呢 一個是設在橫禽森合區裏面的 而另一個呢 就是設在澳門 我們這個澳門特區裏面 兩邊是同時運作 中心的設置呢 有幾個方面我們的目標 包括呢 將現時我們在雙方組織的一些品牌活動呢 是加以呢 就是推動 再將它能夠 形成呢 是一些在科技創新裏面的品牌活動 例如我們過去已經是成功舉辦兩屆的 中巴浦的科技創新比賽 以及相關之後的路演的活動等等 同時我們都期望這個中心呢 是可以作為呢 是吸引蒲羽國家 他們科創比較成熟的項目呢 是能夠呢 是樂護到去深合區 或者是澳門的 以至到大灣區 是建設一個綜合性的跨國科學技術信息的 就是共享平台呢 提供呢 是產學研方面的對接 呼發加速 以及人才培養等專業的服務的 那另外呢 也是想回應回關於 剛才馬耀鋒議員提到 關於電商平台方面的 電商平台的大家運作啦 現時呢 是消費的模式是有所轉變 也都中小企呢 是期望是透過電商的活動呢 是擴大他們的那個銷售 那這方面 經科局一直以來呢 都是支持業界呢 是去打通電商平台的各個環節的 尤其是在物流的環節 和它通關方面 也都支持業界呢 成立呢 是一些澳門的電商平台的 例如澳門館的活動 在這方面呢 也都是初見有一些的成效在那裡 未來我們會繼續呢 跟相關的海關 包括橫琴的海關 和諸其海關呢 在技術層面呢 是繼續磋商 推動有助跨境電商的 業務發展的一些措施 剛才關心啊 顏易恆議員提到的 100億的原材裏面 關於那個中小企 2022年我們推出的 利息補貼的試用情況的 目前來說 我們大概是收到 1,300多宗的申請 涉及那個貸款的額度 大概是20多億 佔了我們預算的額度 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的 而我們已經是批出了 超過730宗的申請 批出那個涉及的貸款 的額度大概是12億左右的 那還有一段時間 才會截止的 至到明年的1月30號 那麼現在還有 是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繼續是 看回那個中小企 對於這個計劃的使用情況的 另外亦都是想再 先讓我台詞上 我這方面的補充 另外在深合區 再補充 請王世民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 就剛才問的問題 好像都基本上都未曾有回應 希望稍後可以作出一些 比較詳細的回應 提到那個四里利息補貼 剛才局長的提及 就是說 它雖然都是一個 對於中小企的一個援助 但是呢 如果作為 未來我們希望發揮一個 前店後廠 即是怎樣去利用 內地加澳門 在未來的一些 生產力那裏發揮呢 提到這個援助的領域呢 或者生產設備 先進的製造設備呢 有沒有條件 覆蓋那個空間去到橫琴 或者甚至大灣區的某些城市呢 那 那 剛才呢 本來是想補充那個 跨境電商的一些問題的 那 講遲了呢 就被馬耀峰 就 基本都講了 那我就再順帶講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家在想呢 就是 跨境電商呢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面對 龐大的內地市場 那 但是其實 我們有沒有條件 將澳門的產品 去到海外其他華語的地方呢 因為 華語的人的口味呢 其實 應該跟我們都差不多的 大家也都對澳門有認識 那 不妨 會不會有些什麼策略 去推動澳門 那個電商世界 可以走出去華語的市場那裏呢 麻煩 請顏易行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市長和官員的回應 那麼 我最主要跟進就是 那個就業的問題 那麼 剛才 師長也都介紹到 就是說 一系列的 一些的 就業的措施 也都有一些的成效 那麼 怎樣可以將 整體的就業的一些的措施 就是 就是一些配對的成果 得到一個更好的延續呢 就是 就是說 未來會不會考慮 也都有一些的 追蹤的機制 就是 避免居民 就是在 配對成功之後 因為其實每一次的配對呢 是得來不易的 就是 在政府 和社團 和一些的就業人士的參與 那麼 那怎樣可以延續這個成果 讓它真真正正 可能就是說 就是能夠 一路在這個崗位上面 去就業下去 甚至就是說 當有一些不懂 也都可能 在不同的工種上面 有一些的 可能是 持續的 一些的就業的支援 一些課程 這些方面 另外 另外一方面 就是講到 就是在 剛才一些的 青年的就業方面 那 剛才局長也介紹了 就是說 就是無論在 我們的中途科技中心 以至是一些的產學研的項目 怎樣能夠去結合到 我們一些的青年的培養 包括就是 早前我們都提到 就是說 其實幾個的會展 也都對於我們澳門的一些的青年 青少年學生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培訓的一個機會 那未來怎樣可以透過 產學研 以至就是 我們更多 也都借助去深合區 能夠去創設到 更多的一些的實習 令到我們的青少年 尤其是我們的學生 能夠有一個 開眼界的一個的機會 從而 他們也都可以去 揀選他們未來 可能在大學的選科 各方面的一些的部署 甚至就是說 可能有些親子的機會 讓家長 對於小朋友的職業生涯規劃 也有些認識 多謝 請高錦輝議員 多謝主席 感謝司長 剛才做一個概括性的 復甦和發展的一個藍圖 給我們大家有一個認識 請先大局長那邊 也都回應了 關於中埔科技那個 中心的問題 其實看回 中間 深合區和澳門 兩個很獨特的地區 如果我相信 在國家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 肯定是1加1 大概2 我都看回 其實這個項目 都相當有機會 吸引到很多年青人 留下 甚至在海外工作 一些年青人 能夠回來澳門去服務 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才大局長都提到 一個商中心運作 這個狀況 包括兩個實體 橫琴和澳門 都是有的 當中那個概念 可不可以講多些少呢 因為裏面都牽涉到 很多人力的問題 會不會有更多澳門人 有更多一些比較高端的工作的機會呢 在這裏想問回這個問題 麻煩 請李鎮宇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師長 剛才就著這個就業 和職業教育 作出一些部分的回覆 實際上還有統計指標 婦女的勞動權益問題 以及連山高玉村的產業升級問題 是未作出回應的 希望待會司長可以詳細作出回覆 在這裏其實就著這個 勞動權益的保障和發展 我想和司長交流一下 實際上面 不僅是行政象官的施政報告 還是司長這個施政封針裏面的具體內容 對於勞動權益的保障和發展 確實來說是作為比較少的 對於我們來說 比較失望 或者是比較憂慮 你本觀就是 鄰近的這個香港 你看看它疫情之下 實際上 政府都是決定 由二年起至三零年 法定假日是有十二日 逐步增加到十七日 我自己覺得 這種對勞動權益保障和發展的這個 積極的促位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鑑的 師長 我們認為勞動權益保障的歷史就是 法律法規不斷完善 和社會逐步進步的過程 我們澳門的勞動權益基準是偏低的 這是事實 所以政府更加應該是需要積極去作為 急起直追 讓我們的廣大的僱員能夠有體面的勞動 而且社會是可以運作得更加順暢和諧 多謝 請馬耀峰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 剛才其實有關於一線放開 和二線管處的有關的政策的優勢 其實都是未達到的 那可能等一會 希望司長又或者蘇顧問 可以達一達未來的一些優勢 或者是有些什麽的政策 可以出台和大家講一講 那另外也都很感謝文局長 剛才也都很詳盡地介紹了 旅遊家方面的一些方向 又或者未來的計劃 那其實呢 奔海旅遊方面的話 除了是海上的一些路線之外 其實呢 也都是有關於沿海的一些景點的一些保育 又或者是陸上的一些配套 或者是設施的一些珍設的優化的一個 投入的其中一個很好的契機來的 那也都希望呢 當局啊 又或者是未來是跨部門合作的時候呢 可以多加思考 怎樣可以利用回我們澳門 其實已經有一些的天然的資源 和一些的景點去優化 和設計多些可以給我們打卡的路線 令到無論是年輕的客員 又或者其他有外號的客員 多些的一個好去處 那另外呢 其實旅遊家教育呢 我覺得真的可以是 是未來發展一個純屬一個長遠的一個旅遊家的項目來的 因為其實澳門又有兩個國家級的科普教育基地 所謂的技術 旅遊家科技等等的相關 指線的發展方面的意見 和一些的態度取態方面 有些什麼的可以給我們了解的呢 多謝 謝謝 請政府回答 多謝主席 多謝五位議員的追問 首先跟大家講 因為大家提的問題呢 那個跨度相當大 我只有二十分鐘呢 我就沒有可能呢 全部個個問題呢 都回應了 如果回應了 我相信你多給十倍的時間 我都不夠 但我相信緊接下來呢 應該都會有議員問類似的問題 到時呢 我再回應大家 因為畢竟今晚都要去到十二點的了 我相信時間是足夠給大家 我會回應完 我才會離開 剛才黃世文議員提到呢 有關六八零二項的 有關資料的那個 那個數據集的問題呢 驚才犯罪有143個 這個數字我先告訴你先 134個 那麼剛才你也提到呢 就是有關的那個補助 或者是支援中小企的那些 企業去 去深合區會有什麼的那個 那個支援呢 尤其是在澳門有支援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適用在那個合作區呢 那麼 我也都趁這個機會呢 其實合作區也都出了一套 這樣的 那個有關優惠那個澳門企業 或者是其他企業呢 去合作區呢 是發展事業的一些的 那個優惠措施 老陸續續都有 那麼當中呢 也都是有促進中小微企呢 在發展扶持方面的辦法 包括有租金啊 甚至會有一系列的那個 那個補助他們落湖的政策 那麼其實我們都是用緊 兩邊的一些的優勢 有一部分呢 政策 是的 適下澳門 有一部分呢 可以透過橫琴的那個執委會呢 來到制定一些的 輔助措施 其實兩邊合起來呢 就是二分一加二分一的關係 那麼這方面想跟大家講一講的 那麼之後我也都會呢 提供少資料呢 是被黃世民議員 或者提供給商會 另外呢 就關於那個電商帶貨的情況 那麼其實澳門呢 是有一個優勢 就是語言的優勢 那麼現時呢 我們都是跟本地的直播的機構 做了合作 如果大家有留意 昨天就我們在中蒲 綜合體下面的蒲宇展覽室裡面呢 我們做了一場直播 我們預留了一個地方給他們 去推廣我們澳門製造的 和蒲宇系的產品 那麼現時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原先呢 我們是在廣州呢 會有一個帶我們的KLL 去幫他們內地的產品呢 是帶到去蒲宇系國家 或者其他國家的 那麼因為疫情的原因呢 所以這個安排呢 暫時就有所延遲 但是我們本地已經集合了一批這一類 所以有多種語言能力的年輕人呢 也都善意表達和介紹產品呢 來到是去內地呢 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那麼這一個呢 拿了經驗 回到澳門其實就是舉一反三 這方面的工作呢 我們路路會去做 那麼另外呢 就顏慶行議員提到有關就業的問題呢 我相信緊接下來 都會有不少的議員 都會關心就業的情況 等著我也都會再和大家交通 那麼在這裏呢 也都涉及到一個追蹤的問題 我是很認同那個追蹤的問題 那麼我給一個例子呢 今年呢 我們總共是推了1780個崗位給一個建築計劃 給一些年輕的畢業的那個我們的朋友 那麼就最後呢 報名是九百多人 但是最後應徵去實習呢 是四百多人 那麼我們一直都追蹤著 如果追蹤上一年呢 其實差不多這條數 但是上一年呢 那企業呢 原意是請的崗位是 最後原意實習完再請是五百零六個 三百個呢 是留下來 繼續做那個實習的那個企業 為他們創造的就業那個崗位 但是兩百個是放棄了的 那麼這個是很可惜的 那麼我們都盡量盡力去幫一些 剛剛畢業的朋友 雖然可能跟自己專業 未必對到口 但是其實 每個行業都有每個行業的知識和經驗 所以年輕人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他們是有可以充足的磨練 和經驗累積的那個時間 我相信也都在逆下呢 都是那句呢 先責業再就業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但是我們是不停去幫這些有需要的朋友 那麼 那麼另外呢 另外呢 就有關高錦輝議員提到的雙中心的問題呢 或者等一下我請大局長再補充一下 李鎮議員提到有關的那個勞動權益的問題 其實任何政策或者法律都好 其實都是一個社會的平衡 我想我們也都考慮到僱員的權益 也都考慮到本身澳門現在的營商環境 我相信大家都互相求聾 找一個平衡點這個是需要的 政府也都會按有關每一部法律或者法規 所定下的一些檢討期呢 我們做有關的工作 也都會跟社協做充分交通 那麼不存在就是說 我們傾向一邊或者另一邊 關鍵是做好一個平衡點 或者我請大局長就回應一下 有關那個雙中心的安排 還有其他剛才我們答不足的地方 請 主席 各位議員 剛才關於高原關注中泡中心的運作 雙中心其實其中一個運作的目的 就是協助培餘國家的科技企業 落戶在深河區或者澳門以至大灣區 這個對接的工作呢 是需要一個中心我們提供的服務 是協助它落戶的 除此之外呢 也都會是提供對接內地的高校 以及澳門的高校他們的科研力量 以及是兩地的科企和創投基金等方面 令到澳門國家的比較成熟的科技項目 是能夠進入到我們這些大灣區裏面 龐大的市場呢 是將科技有所發展的 這是一個吸引點來的 所以未來透過兩個實體中心運作呢 其實就是協助它來落地的一個最大的幫助 那麼隨著如果他們有項目繼續落地的話呢 這裏我們相信會提供不少機會 給包括本地的年輕人呢 他們的發展科技方面的那個取向 那麼另外也都想補充回關於 黃世民議員剛剛提過的食品 澳門加工的含肉類食品呢 是出口到內地的磋商工作 其實一直我們都是保持著 和內地的海關 包括最近我們都是和珠海的海關呢 是去探討呢 以及是和市政府探討在這方面 檢驗檢疫方面 怎樣是去有一個更好的便利措施呢 是去為澳門的以SIPA 來做加工製造的食品出口到內地的 那麼未來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 進行相關工作的 另外也都黃議員提到的 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裡面 這個是鼓勵澳門的企業呢 進行投資 第二首要的考慮是在澳門本地 當然它投資項目是以一些設備也好 也都是有交通工具的 那麼譬如是車輛啊 這些在車輛方面已經是容許跨境地使用的了 船舶啊 甚至乎飛機的企業所使用的投資項目 在設備方面呢 我們需要有一套監管制度 那麼現在也是積極在研究著 一個有效監管的情況之下 是否是可以容許呢 這個投資固勵的措施延伸到 深合區或者是以至更遠的地方 是大灣區內使用的 這個我們是積極研究當中的 好 另外 司長 基本上 我回應了相關議員的提問 主席 關於旅遊的情況 我想也涉及到 會展方面的一個推動和旅遊的結合 主席 我想請余醫生代主席 回應一下高錦輝議員 剛才提到的 有關旅遊和會展的一個 合作的推動的問題 多謝主席 好 感謝高議員的問題 我想先說一說就是 我們會展這段時間的一個績效 分享的是 2020年1月到2022年10月底 即是疫情開始到上個月底 這34個月的時間 我們在澳門 是總共合辦了 會展活動超過1000項 當中是有5800場的商業配隊 入場的觀眾大約是300萬人次 而我們貿注局也是組織了累計 接近1萬名的會展客商 到達我們多個的本地的社區 進行旅遊消費 而按照我們的統計 過去兩年 會展的客商的人均消費 分別是3117元 和4876元 相對比普通的旅客 是高大約53% 而這個也是一個人均的數字 其實在某一些的展覽會 我們按照單獨做的一些的統計 他們的消費其實是明年超過這個數字 有些回覆給我們是超過15000元 而且亦都會回應 大部分都希望再次來到澳門進行參會 這是一個會展方面的一個職效 至於高端客的一個吸引方面 我們主要是從一個規劃和部署 以及提升相關專業化去對接這方面的工作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 剛才大家都提了不少問題 對於現在來說 在政府 我們要發展四大產業 新的四大產業 也要打造這個世界旅遊一行中心 更加要配合國家給我們政策 去推動有關環琴心股區的發展 這些都是我們新的發展方向 在新的發展方向上 我想在政府的施政裏面的介紹 我相信都相對比較清晰 當然還有具體將來怎樣去做 怎樣去推動 這個是需要有些國家 給我們的措施政策 來配合去作出安排 但是作為現在 無論在其他地方 尤其是內地 對澳門的印象 始終是改變不到一個島城 這個印象 來到澳門有什麽是島 好像沒有什麽其他東西 這個是我們怎樣去宣傳 打造我們的形象 甚至乎 現在來說 有不少我們在內地去接觸的時間 他們是不清楚 一些國家給我們的政策 我們怎樣在這方面做宣傳 推廣令到它知道 來澳門投資 帶動澳門的發展 再推進入去 融入國家 深合區 大灣區 這個路程怎樣走 有些他們不知道的時間 直接去環球 不懂得來澳門 怎樣拿到國家給澳門的政策 跟澳門人合作 一起去發展 帶動澳門的發展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做些什麽工作 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要加強去推動有關的工作 主要在活化舊區方面 新的我們去做 舊的我們又不能夠不做 在舊區裏面來說 我們又要做些什麽工作 過去 我們要做些什麽 我們要做些什麽 可以做些什麽 我們要做些什麽 可以做些什麽 去美化這些舊區 去引入一些外地的人 和澳門的人 和澳門的企業 用什麽方式來合作 帶動到澳門的中小企業 舊區的企業 能夠轉型升級 將舊區 活化起來 變成新的旅遊景點 我們又要做些什麽 可以怎麽去做 日前我都曾經說過 譬如好像海旁一帶 在斯打口附近 我們有很多些舊的 有特色的建築物 我們怎麽將它美化 打燈光 整靚它 等到那些遊客 來到的時間 它覺得靚 去拍照去打卡 有引起自然的商號 就覺得有投資價值 它就會將這些區活化 這些投資營商的環境 我們怎麽去搞好它 去吸引到那些遊客 我們又應該要做什麽 有些不是 經財師本身的範疇 是需要其他部門 但我們有這個概念 整個政府上面 我們要打造澳門 作為一個世界旅遊遊限中心 我們有些什麽去給人看 怎麽去給人看 給什麽給人看 我想這些是我們要做的事 但似乎 回歸23年 似乎我不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很刻意去做到一些什麽 現在做的 都是以前做下來的事多 我不是批評政府 而是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 加把勁多做一些 做好這個美化 有關舊區的工作 帶動我們的中小型企業 舊區轉型升級 使得我們有更多的新的旅遊景點 而在這個 西圍景點的周邊環境 我們相應配套要做些什麽等等 都可以做很多 現在我們有水域 正如剛才所說的 我們海域上面又可以做些什麽 結合我們的海事博物館等等 海邊一帶 我們又可以做一些什麽故事 正如市長所說的 我要講好我們澳門故事 但我要做些事出來才有故事講 做多些事才可以講 不是我們講什麽 我們給什麽人看 人家看到好像沒有東西給人看 而且在舊區裏面 中小企做什麽 相反來說 給新的酒店 影響了我們的舊區 的中小企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要做什麽 現在我們援助中小企的政策 我們是做不少 做了很多年 當年我也曾經參與有關的 中小企的審批的一些援助 但現在這麽多年 我們是不是這個思維 還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我們有沒有檢討的必要 我們應該怎麽帶動中小企去發展 我個人認為是否多些引入來 跟我們合作 然後再帶出去發展 做強做大再去發展 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們應該要做多些事 但似乎在這方面 我們舊有的做了下來 我們就是舊有做下去 似乎沒有再去檢討 再重新去檢討 作出相應的 應該要做的措施 應該做的政策 我覺得在我們裏面來說 應該 議會我們應該給多點意見政府 幫助協助政府 有什麽工作應該要做的 大家多些提出來 大家共同合作 希望能夠推動好澳門的經濟發展 在這裏我又說多了 跟著請高天志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沒有說多了 說得非常之對 我也都很認同 事實上我們經濟的轉型 不是這麽容易 我們事實上要面對的事實上 就是我們龍頭的行業再博彩 你想轉型不是這麽容易 那麽 那麽 很多事我們見到政府 就說 我們要吸納 那些內地的旅客來澳門 那給他一些什麽去看呢 無形機呀 紅貓呀 這麽不行的嘛 這些事 但是你們是在做這麽的事 好了 講到微期 主席也講到微期 我也想講一些微期 司長你知不知道 排期成立一間公司 目前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三個至四個月 如果你今天去排期 明年的3月8號 你才會排到 你說了 怎麽支持微期 怎麽創就業的呢 申請一間公司的名字 現在要給65元 只有有效 兩個月 即是60天 以前呢 有效期就是六個月 是給80元 換言之 你排期三至四個月 你要給多少錢的 多少次錢 65元呢 這些事情 你們做出來的 所以怎麽開公司 怎麽就業 好了 早前 特首來議會 我講了六大問題 其中一個呢 怎麽降溫 關於我們的失業率 怎麽製造就業 好了 現在就業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問題 因爲原因呢 我們 龍頭的行業 是釣金鹽水 我很怕呢 將來呢 如果他們 這樣營業額的呢 員工裏面呢 是面臨一個很大的風險 因爲原因呢 因爲你的收入 我怎麽養那麽多人呢 這個數是這樣計出來的嘛 所以呢 那麽司長 很坦誠地說呢 目前來說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呢 我有個意見給你 好似主席跟我說 我們說 我們議員要給意見 明年呢 每一季 在消費卡裏面呢 每三個月 給八千元 那現在皆大歡樂 因爲爲原因呢 現在司長沒有說 不是那麽慘 我們呢 主席說了四大行業 其實有五大 自己立場有五大行業 有核酸 對不對 我們現在個個都做核酸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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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司長 Placement 책就會處處處 因為要有樊磅 會沒辦法 ヒ internal 行轆 走水其實這件事一向都有的,不是今時今日 做外賣、挖路和非法 這個五大行業就是我們目前所見到的 所以你說這麼多東西,來到我們那裏說旅遊加密 一個防疫措施五加三就打亂了,我們澳門全部洗完 我們目前就是這樣的了,這樣的運作了 你說多少東西都沒用的,個個躲在家裡等運行 所以呢,我另外想跟司長說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一些數據,怎樣可以增加就業 根據官方九月份的數據,我們澳門有十五萬四的外勞 酒店和商童那裏有一萬九千個外勞 金融業有大約一千,地產和類似這些地產的工作有二萬二千 教育都有,將近三千 這些東西澳門人不可以做的嗎?我講過很多次的了 應該給我們這些年青人,見到這些數據他們都會哭 因為我們澳門人做不到,我經常都有去看 的確那些名店有很多外勞 賭場裏面開卡都有,你們就不去改 那麼我們怎樣就業,怎樣搞呢? 再來就是關於一些人才了,講到人才了 我們澳大有很多人才,有些人才是名譽教授的 申請八年至十年,年年都要補教資料 那你們究竟在搞甚麼呢? 為甚麼一年、兩年、三年、十年、八年 你們都不批? 要是說yes,要是說no 這些是行政違法的 沒有可能這樣拖下去的 我覺得很醜 一個名譽教授,Chair Professor 跟一個菲蓉的藍卡一模一樣 不可以出不可以入 這些是甚麼態度呢? 他們在培養我們的教授 去到會展展覽,甚麼時候他們可以獨立呢? 即是獨立運作 現在其實回歸二十幾年 我們的回展展覽,沒有政府的鼎力支持 就死硬了 甚麼時候會脫離呢? 甚麼時候好像那些雀仔可以自己飛呢? 再說多一件事就是 關於政府部門,有沒有個時間表 甚麼時候才可以全部搬去政府自己的地方 有沒有個時間表? 你只是說你會做 但我們不知道那個時間表怎樣去實行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關於壟斷的經濟的行業 可不可以不夠將來呢? 就司長給一個名單 我們今時今日會歸二十三年之後 有幾多種經濟的行業是在壟斷的? 包括那些彈卷、行人餅、老婆餅 電商都做不到的 因為你不經一些公司中間 旅遊局呢? 旅遊局呢? 他負責的 你不經它呢? 你就做不到 那這個加重了個成本 那你考慮一下吧 那怎樣做呢? 那最後呢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想說 就是關於 現在的公務人員在內地工作 早前呢 司長、行政法務司司長都說到 一些公務人員在內地工作的時候呢 他們是根據不同的生巢的 那同工同酬的大原則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不希望見到呢 同一個工作、同一個性質有不同的生巢 最後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關於勞工法、勞工法的修改 不夠將來 什麼時候拿來立法會 使到公平原則 體現到賭場的夜間和輪班的津貼 是有的 沒有可能沒有的 因為全澳門都有的了 這十幾年都是剝削了賭場的員工 輪班和夜間的津貼 我講到這麼多 請陳浩昇議員 多謝主席 首先對理事長和經財司 各位官員和所有同事 一年以來的辛勤工作 和不懈努力表示感謝 根據施政方針 明年的經財司有四個重點 包括推動經濟復甦 力速、經濟色度多元 深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和有序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而核心就是復甦和發展 顯出是穩中求進 無實有為的 以下我就施政方針 有三個問題想和司長加來一下 剛才司長引架裡面都強調 澳門和橫琴一體化是大勢唆的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是 有關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和力速經濟色度多元 是否一個有機聯繫呢 深入區總體方案公佈一周年 深化深入區的產業聯通建設 取得階段性成果 在科技研發、中醫藥、現代金融、文女匯展、商貿等四大產業一周日有發展 為了鼓勵澳門的企業前往深入區的發展 就成合了合作區的商事登記、跨境聯辦機制 助推越澳深化產業的協同、科技創新、人才交流、招商引資等領域的合作 今年四月深入區的澳門辦事處也都已經可以使用自助發照的設備 澳門企業家就可以足不出境就可以在深入區開公司 另一方面對澳門居民來說 分享深入區的發展利益就無過於創造就業機會 現階段深入區的產業發展做了好的成績表 但是澳門的青年就未必一定熟悉具體的情況 可能會導致對前往發展有點猶疑 不知道未來的時間 司長有甚麼具體的措施 會推動深入區和澳門的趨同營商環境 構建與澳門一體化的身體系呢 司長又如何支持和輔導年青人去深入區的就業呢 另外在展望深入區的產業 是不能夠齊合並進 不知道有沒有條件結合澳門的綜合旅遊 加快發展深入區的民旅會展 我留意到將會開展商務休閒旅遊 剛才高錦輝議員都特別點出了吸引我高端客人 我就想到一個就是社會基礎的問題 對一般的居民來說 對深入區的認知 很多時候都是在媒體那裡的 所謂白民不如一見 如果能夠讓深入區成為澳門居民的新的旅遊業點的話 就一定會累積人氣 是會有利於推動澳門和深入區的趨同 深入區的建設的社會基礎 就將會更加鞏固 請問司長有沒有促進深入區多層次的文類發展的具體計劃呢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經濟復甦的組合權 在疫情期間澳門各界企業都遇到不同的困難 因應情況特區政府都及時推出了百億的經援措施 也都透過輸解民憤的措施刺激來需促進經濟 幫助中小企度過難關 但是受人疑疑就不如教人足疑 面對疫情持續和未來有可能再出現的旅遊經濟的變化 我們有必要加速推進澳門多元經濟的發展 協助中小企轉型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除了企業轉型之外 另外亦都可以從電子化的方向去擴展業務範圍 請問司長在協助中小企轉型和業務拓展方面 有沒有長遠的規劃有些甚麼具體的措施呢 第三個問題是有關提振社區的活力 正如剛才主席所講的 怎樣美化舊區、活化舊區的經濟 不知道司長有沒有新的構思 我關心的是怎樣善用土地的空間 促進社區的經濟和拓展旅遊家的內涵 其實鑑於特區政府現在正在黃潮區 就興建兩座辦公的大樓 其實意味著不少的部門將來都會遷去新的大樓辦公的 估計是會釋放出一些空間 而我又不知這裏的空間裏面 會不會包括被評定的不動產 例如以士廷前來的油電局的總部大樓 市政處的大樓 譬如荷蘭園大馬路的文化局大樓等等 這些空間其實是否有沒有條件 作出支持經濟復甦之用呢 講得直接些的是 可不可以作商業的用途呢 例如裏面可不可以變成百貨公司 或者高級的餐廳 甚至有朋友都反映過問題 紅酒博物館因為空間問題都沒有辦法開 將來有沒有條件 紅酒博物館在某些文物建築裏面重開呢 這樣是不是可以讓文化旅遊和商業並存 和同時彰顯文物建築的穩美 形成澳門新的生活風景 亦都有利於提振旅遊家的市場 在這方面其實國內我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包括上海外灘的建築 我想大家都會很熟悉的 其實它也是全國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亦都作商業的用途 亦都不見得有損於建築物的保育 所以亦都請問司長 不知道對這個問題 有些甚麼看法 不知道澳門具不具備條件 做一些調整 亦都有利於我們經濟的發展和促進就業呢 多謝司長多謝主席 請李梁汪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首先都要肯定司長和經財團隊 過去一直對經濟復甦 和我們產業多元的一些工作 和一些佈局規劃的 這些工作都是應該要肯定的 但當然有些工作都始終不是 一時三刻可以見到成效的一些工作 都屬於中長期規劃 所以短期來說 我想有些問題 有些社會現在都關注著迫切的 迫在未知的問題 我想都是首先要先去做好和關注 尤其是民生方面的工作 所以接下來都希望和司長探討一下 關於物價方面 第一個就是物價方面的問題 我想物價方面其實都是關涉到方方面面 包括可能是社會大眾 或者中小微企經營都好 我想有不少價格 尤其以燃油價格為例 都是一個對他們影響比較大的 油價高企都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雖然政府都有強調的 有些工作做了的 包括物價情報站 都提供一些價格的資訊 但是其實五間油公司 長期四間價格是保持一致的 這些情況其實到今日的油價 依然都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物價情報站 其實發揮的作用究竟有幾大 其實社會都一直質疑 都想問一問司長 其實這個情況 要司長的解讀 又覺得合不合理呢 那好像今天油價為例 最便宜的那間14.3元 另外那四間又是有默契的保持一致 14.6元3元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 司長如果覺得這個情況 是不是一個正常和合理的情況 因為很多市民都覺得是聯合定價 但是就不知道司長有沒有覺得 是這樣的情況呢 另一方面 其實國際油價今年下半年開始 其實是下跌著的 由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最高峰到現在都跌了 基本上三成幾 但是看回澳門 無原汽油 9月平均進口價是11.3元 10月的平均進口價是7.7.2元 進口價便宜了三成幾 但是平均零售價方面 9月是14.1.3元 10月是14.2.6元 便宜了不夠百分之一 所以有這些情況和數據顯示 其實難怪市民一路會說 加快減慢 加多減少 其實真的未必無因 因為我想從數據上看到 確實是有些情況存在著 當然我們一路都要強調 其實自由社會 自由經濟 其實一定有它的自由市場的運作原則 不是說什麼都要去干預 但一定要強調的就是一些民生必須 而且可替代性低的一些物品價格 其實我們政府是一定要適當、適度和適時去介入去處理的 否則影響的除了剛剛講到的 不是我們社會大眾 中小微企很多都需要用到油價去經營一些經營成本的 如果這些都遇到問題的話 將來還怎麼說經濟復甦呢 如果大家的經營成本都這麼高 所以都希望思想一會都可以回應一下 究竟在現在的工作上 究竟政府有些什麼工作可以做到 適當令到市場一些民生必須的價格 物價都可以相對平穩一些 或者和國際油價比較合理一些 第二個都跟物價有直接關係 就是法律層面 其實蕭保法現在已經生效了 今年1月1日開始生效了 其實過去一路就說 可能政府拿一些資料都涉及商業機密 未必有條件拿到 但是蕭保法其實賦予了政府有這個相關的法律依據 可能我們說一些物價不合理波動 或者社會對這個價格有質疑的時候 其實政府現在的法律是賦予了政府有權力去做一些工作 但是其實到現在我想油價一路廣高 或者不同的市民對一些民生物價有質疑的時候 政府可能最多做的就是不斷約見業界 不斷去談不斷去呼籲他們要物價保持平穩 要和國際油價保持一致 但是其實實際上出來的效果當然都是不理想 但是其實到現在來說 蕭保法究竟有沒有執行到呢 而且尤其重要的就是 這個法律賦予政府這個權力 在收集商品價格的之前 是要成立一個相關的公共諮詢組織的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 生效了1月1日到現在11月23日 這個諮詢組織都還未設立到呢 其實某一個程度 另一個角度看來 其實都真的政府是有法不依的 也都沒有條件執行到蕭保法 賦予政府權力去做一些工作 長遠來說 影響的當然也是社會大眾 希望大家思想都可以講講究竟 發生什麼原因或者是什麼事 或者在技術操作上有什麼難度 為什麼到現在蕭保法1月1日已經生效了 到現在這個諮詢組織都還未可能設立到呢 因為我想這個都真的要向社會交代 另外也想問一下 現在除了我們說蕭保法之外 政府其實有沒有其他更加有效 且可以發揮到公平競爭的作用一些工作 可以更加好保障我們市民的消費權益 這個都是我想市民大眾 基層大眾都是關心的 那講完物價問題是第二個 我想都是現在 剛剛不少議員同事都提到的就業問題 剛剛司長說了 我覺得未來可能失業率都會再輕微的舒緩 叫做去回5個點 那我想失業人數 照計每個點3千人左右 都依然是有1萬5人的 但我們其實除了看失業人數 這1萬5人之外 其實有一個數據都是要關注 就是就業不足率 這裏加起來都是6萬多人 按比例的數據是6萬2千多人 所以我想除了是失業的人士 我們要關注 有一些長期開工不足的我們的居民 依然也是值得我們去關注和關心的 那明年司令報告有些工作都依然有講到的 譬如我們講的大樽培訓 會繼續去開辦 那尤其這份司令方針都講到的 其實有些數據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司令方針有提到的 大樽培訓是由開始到2022年9月 就做了442個課程 有8960人次完成了這個課程 其中有2137人次成功就業座 那看回其實如果是因應大樽培訓 再去成功就業座比例 其實都是比較低 23%左右 那其實這個情況 是不是都值得去審視和檢討 究竟當中發生甚麼事呢 打開一戶通其實職位崗位是多的 4900多個職位 但失業人數又那麼多 究竟當中是配疑不對 還是培訓內容 沒有辦法符合現在的職位市場需求 而去做配對工作呢 那我想這些都是要思考 要不然你每年不斷去搞大樽培訓都好 你跟著舊的方法做 那只能夠得到舊的結果 那我想對整體要舒緩了就業環境 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那另外其實都剛剛有同事提到的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講的持續就業 保障本地居民優先就業是第一個大前提 那我想未來更重要是怎樣保障本地居民 穩定和持續就業 不少居民都多謝勞工局的 因為透過勞工局真的找到工作 也都配對到 但回了工在試用期內又被解僱了 那都想了解一下 其實有沒有勞工局或者特區政府 有沒有持續跟進這些情況 因為不是說數據上 你幫忙配對了一個轉介了一個 加了一 數據英俊了 但之後他們又被人解僱了 那這些有沒有之後的後續跟進情況呢 因為我想 接下來整個特區政府有關注的工作 除了就業經濟復甦是息息相關 明白的 你經濟不復甦 怎樣創造更加多就業崗位 那但短期內 是不是等於什麼都不需要再做再關注 有得他經濟復甦再講就業呢 那所以等一下 都希望思長可以講一講是穩定就業 尤其是幫助居民轉介工作方面 配對方面 有什麼真正有效和具體的政策措施 麻煩 請 李靖兒議員 多謝主席 思長各位官員 其實我會承認政府在疫情下做了很多工作 但我想探討的是成效問題 首先先講補飯碗 在博彩業入面 其實看回數據 去年第三季的統計 博彩業有8.1萬人從業員 今年第三季6.64萬 期間一年之間少了14,600個崗位 所以相關的這些行業都是有減少的 正如長官所講 政府在倒排鏡頭上都會保障員工就業 但我覺得你叫他們不用怕 不代表員工真的不怕 因為真心是怕 譬如衛生場 究竟現在是怎樣處理呢 未來未知之數 我們有沒有預案 有沒有方案 可以保障到員工 他們真正能夠安心工作呢 這個我覺得政府是需要進一步去交代 即使不是今日 亦希望在倒排鏡頭的過程之中 能夠體現保障僱員就業 真正怎樣落實到措施裏面 第二個我都想關注是物價油價的問題 承接著我在長官答問的時候 都問了這方面 當時長官就說 其實澳門的水平 比歐洲地區就漲幅不是很高的 或者算穩定 百分之一左右 但其實我覺得政府這樣的解讀 是掩蓋不到居民 在面對沉重經濟壓力之間的困難 例如我用八月份的數據 我們石油氣升了百分之十七點五 家居服務升了九點五一 交通裏面的車輛燃油升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七四 這三個都是較大升幅的部分 這些都是居民食住行最重要的支出 所以你說整體拉落的數字是平穩 不代表居民不面對這些經濟的壓力 物價的一些增長 同步也都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去年同期比的今年第三季 我們居民的收入中位數減了三千元 本地居民的失業率現在仍然維持百分之五 全職僱員少了三點一五萬人 這些數據很清楚 我們收入少了 失業多了 物價貴了 我仍然很希望政府會重視 真是有做私 壓抑台價的行為真是要去處理 第二物價上面雖然現金分享等為民措施真是幫到 但是政府真是要知民間就是苦 你才可以分析到有什麽精準適當的措施可以支援居民 第三就是油價 剛才同事都講到 我們很多年都問 一個就是消委會現在未能夠體現到 就是透過消報法去拿價格的這個做法 但問題就是就算我們了解到價格 其實消委會或者經科局他們很難做措施的 你批土地沒有條款限制 你沒有調價的機制 他又不是公用兆義受到一定的監管 究竟怎樣去處理油價加快減慢的問題 這個是社會公眾很多年來都想拿的一個答案 我都希望私在明言施政能夠有落實的措施去體現 再來的時間我就想講就業和勞工權益的問題 就業上面因為我們自己公聯的同事 我們有參與配對、培訓這些 我們自己親身看到承認勞工的同事 很辛苦很努力做工作 但是當中有些成效不將的 我們覺得確實是要用一些改善的方法 去提升它的成效 那麼今年頭九個月 政府都做了兩萬五千多人的面試配對 成功率大概兩成左右 其實這個成效的提升 我覺得勞工局的監察角色 更重要的就是有些辦法 有些培訓家實習的辦法 是需要結實去落落去 解決一些結構性失業的根本問題 第一個防範假招工 不合理條件平容 我們會鼓勵求職者要自己努力 自強不惜的 這個不可以推其他的原因 但是很多求職者 寄完求職信沒有音訊 不要說請 面試信息都沒有發給他 這些是什麼情況呢 有些職位薪酬遠低於市場價格 但是高門檻要求入職 幾千元又大學又語言又經驗 那麼求職者去到當然是不對的 當然是入職不到的 那麼這些又怎樣處理呢 勞工局知道這些情況 這段時間 無論建築業其他行業 我們都收到有外僱的情況下 本地人整批整批這樣炒 這些我們有去勞工局 帶他們去投訴的 究竟勞工局最終怎樣處理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很想知道 這些個案 我知道 社會知道 勞工局都知道 我很希望政府真的有機制去處理 這些抵觸違反本地人優先就業政策的個案 究竟他們跟進了多少個結果會是怎樣 第二外僱退場 很多企業會跟我們說 中小企可能十個八個外僱 你們切它一半 很努力去做 大刀落 但是大企業呢 有沒有相應的比例相應的衝勁 去令他們的外僱真的可以退場呢 我覺得這裡真的要去檢視 還有一樣政府經常都會說 本地人願意做的 你們會退外僱 問題就是說怎樣呢 本地人 我們年紀大的 會被就業歧視 李鎮宇議員說了 就業歧視 你年紀這麼大 我不會請 因為過兩年你都退休了 年紀輕的 你又沒有經驗 你又不會做 你又沒有做過這一項 跟著都是不請 剛才司長會講到 你們的青年實習計劃 很有效果地幫到一些人 但是既然職位多了 為什麼你不會給一些 不是應屆畢生的其他代業者 他們願意嘗試的開放給他們都去申請呢 為什麼不是透過這些實習計劃 更多地拉動企業去給機會 我們本地人 我真的不懂 但是我入職 我可以試 我可以學 我可以做 為什麼不是這個方向呢 政府只是一直講 動態調整外僱的數量 但是具體會怎樣做 什麼行業會怎樣做 今天都算是有一個資訊 就是司長講到 接下來可能經科局金管局 其他的行業 其他的部門都會參與其中 我很希望就好像今年 在勞工界推動和業界努力之下 金融業是開放了幾百個職位 二百多個職位 出來是請本地人 我很希望將來 無論我們 餐飲酒店零售 博企 資訊科技 以至公共工程 或者政府外伴 都能夠有這樣的方向 我們透過正式的就業配對 去將一些崗位還職給澳門人 再來一個就是解決結構性失業的問題 就是剛才講到 在今年第三季的統計裏面 失業超過半年的 萬五人裏面 大概有四千三百人 失業超過半年 而失業者之中 其實會看下 年齡大的被就業歧視 年齡25歲至44歲的人 他是超過一半 即是有八千人在這裏的失業 當中會看上 有很多都是來自博彩這些本身 即是有學識有學歷的從業員 他們被解僱之後 他們回不到入去行業裏面 那我很希望政府就是 在在職帶身培訓上面 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政府在施政方針都有講到 包括報告 設施維護 酒店飲食業廚師這些 這些的崗位 現在目前在六大博企裏面 設施維護 四百九十個外僱 廚師兩千個外僱 這些絕對可以騰出來 給本地人做的崗位 但是政府同步去年是甚麼呢 設施維護 開得一百八十四個人次參與的課程 廚師開得一個班 十三個人參與 為何這些有崗位 有辦法騰出來外僱 限時退場給本地人做的 你們不是針對性開課程去做呢 將來金融業 建築業 資訊科技 零售博彩 你們有沒有這些計劃 可以開放給僱員 我們入職 學習 實踐 考證 然後進而成為一個正正式式的僱員 是否政府有這些方面的計劃呢 我很希望可以交代 再來一個最後 我想說 剛才施掌你回答 李鎮宇議員關於勞動法完善呢 我不認同你的說法 疫情是影響很大 疫情都三年了 我們現在都說明年又說要復蘇 又說旅客會多 但是我不見政府在勞動法的修訂上 有更積極的態度 我不是說明年要改 我不是說明年要改 我只是說明年檢討 現在說的是檢視 通常很多藉口 經濟好就沒有需要做 僱員這麼高薪厚職 經濟不好的時候也不要做 明年的資政方針 工會法職安建 全部都是今年的工作 2022年的工作 明年有什麼新的計劃 完全是沒有說的 勞工法裏面我們長期會說 欠薪 貴賓廳大家看到法院審判 員工收到錢沒有 沒有 欠薪機制 我們長年要求政府檢討勞工法 欠薪追欠薪 疫情之下更加突顯 你有沒有做 沒有 工商意外受害人 他們收不到賠償 你們有沒有幫他們做 停工補償 你們有沒有幫他們做 你們有沒有幫他們做 請何潤生議員 各位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有幾個方面的問題 和司長探討 第一方面就是 在施政報告 或者施政方針那裡 都很著意提出 現代金融的產業 這個現代金融產業 我亦都見到 在今年和明年都有相關的 一些法律法規的 一些立法修法的工作 希望能夠按進度 去拿好落實的工作 我亦都發現 在今次的長官的答案大會 那長官亦都提出了 希望引進更加多的 私募基金的落地 那我們看回 其實現在金管局 已經是有公務的 投資的基金 私募投資基金的一些 申請的指納 那都想問一問 施長 即現在我們本澳的公務基金 私募基金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這都給了業界 能夠知道更加清楚的情況 那另外 亦都怎樣呢 能夠落實有關的監管 去保障 金融消費者的權益 那亦都看回 在明年的施政報告 也都是提及 要爭取出台鼓勵 來到澳門發債的一些 一些輔助的政策 那除了這些輔助政策之外 未來也都會不會有其他的一些措施 去進一步去倡導 鼓勵我們境內的一些機構 能夠來到澳門去發行債券 降低一些的發債的成本 提升一些發債的意願 以便是更加好去支持一些實體經濟的發展 那另外 明年有關的施政報告也都見到 是會在一些金融基建方面 是會做一個建設一個叫做金融基建的數據的中心 那都想問一問施政在這方面 可不可以釋出更加多的一些情況 和我們介紹一下 使得我們相關的從業員 能夠進一步的了解 那另外也都提到的 在一個跨境的金融發展那方面 那我們澳門的清算的網絡 現在已經基本是覆蓋著浦語系的國家 那都想問一問施政 能不能夠介紹這個中浦金融服務平台 和浦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 現在的一個建設的狀況 這些跨境的融資的成效是怎樣 那另外一方面的很重要 也是我們金融人才發展那方面 那政府也都是推出了一系列的 推動人才 金融人才的發展 那但是呢 這個金融的科技技術的一個引入 也都有一些的複合型的人才 也都需要培育的 例如一些的金融法律人才 金融的技術人才 跨境的金融業務人才等等 那都希望聽聽師長的一些介紹 那第二方面 和師長探討一下的 那一個活化舊區 和怎樣去振興 我們一個社區經濟 那可以看到呢 那其實特區政府都有做到事的 那我們見到近年呢 也都發掘我們本澳街區的資源 那有個特色的店的計劃呢 也都在2020年是推出 那從十月初五階一带呢 尼島區啊 東南亞的美食 那麼呢 遲至到今日呢 已經是第四階段呢 也都在北區呢 是進行有關的一個的美食 那也都為到呢 我們澳門呢 旅客呢 能夠深入去到我們一些的大街小巷呢 能夠去 去吃我們一些的地道的美食啊 也都在這方面提供了 很多的一些的指引的工作 那麼我們聽回一些商戶呢 都是認同的 還有歡迎的 那麼也都想問一問了 司長 這個是第四的階段的計劃 會不會在未來呢 會繼續開拓呢 第五階段 因為這個是需要有一個持續性 如何能夠去擴容呢 我們一些的特色店的計劃 去延伸更加多的中小企啦 並且能夠進一步呢 是擴戰到呢 更加多的範疇 因為現在都是相對比較窄的 那麼另外是怎樣去推動特色店的計劃 和本澳的一些的消費的節慶啊 活動能夠一起去配合 那麼在特色街道那方面呢 那麼正如剛才主席都說的 其實我們澳門呢 也都有很多 很有價值的一些的街道 那麼政府呢 在這方面也都做了一些工作的 我們見到包括關前會啊 油坦仔啊 油路環等等呢 那麼這個我想三個呢 大家都相對我們同事啊 或者居民都是比較 認同的一個電影 典型的一個案例 那麼但其實我們澳門還有很多特色的街道的 那麼正如主席說的 富龍山街 富龍山街搞了很多年 都不知為何呢 都越搞好像是越差那樣 那麼當然呢 這個除了政府之外 我們商戶啊 各方面都需要努力 那麼其實在這個街裡面呢 我覺得 我覺得未來這些特色街道 是否可以融入一些智慧的科技啊 能夠激發我們旅客 居民的探索啊 觀光的熱情 那麼而且我們近年政府呢 也都推出了一些的維利文化 那麼這個維利文化 我覺得是可以活化保育的 那麼未來也都怎樣去活化這些的維利呢 去增加一些的商業元素 剛才有些同事說 要活化必須是要有商業的元素 去增加一些的我們旅遊文化的休閒的遍區 那麼我想這個呢 就能夠呢 比較好這樣去培育我們舊區的經濟 那麼另外呢 也都跟司長反映一下呢 雖然說關前會也好 那麼但是呢 有些市民或者旅客都反映 在使用一些AR、VR體驗的過程裡面呢 不夠流暢 那麼會不會跟我們的5G等等這些 那麼我想相信這個都是 因為需要我們跨部門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那麼所以這方面也都希望能夠呢 使到我們的旅客或者居民呢 通過這些的科技的手段呢 能夠去刺激到他們 能夠主動地這樣去尋憂探秘 那麼這個也都使到他們呢 有更加好的體驗 那麼另外呢 在一些服務那方面 我覺得是否可以針對不同的客群 去定制一些我們叫客制化的服務 即是以客戶為中心 以客戶的需求呢 我們去制定一些服務和一些旅遊的體驗 去使到他們呢 有個什麼感覺呢 是獨一無二的一個遊覽體驗和享受 因為現在很多的來的都是一些年青人啊 很多的一些的 這些的背囊的一族呢 是會來到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那麼另外呢 其實也都我們澳門呢 有很多的都可以做的 包括我們一個康公夜市啊 吞仔危虛等等這些呢 其實都是效應比較好的 居民比較歡迎的 那麼在這些方面呢 繼續我覺得政府是需要推動有關的工作 那麼最後呢 也都跟司長探討一下一個叫旅遊家節慶的 那麼這個旅遊家節慶呢 主要我們看出呢 看不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澳門呢 也都有很多的非為名錄裡面的 一些的很出名的 例如一個漁巷的醉農節等等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都有其他的一些的 一些的中式的廟宇寶丹啊 特色製作等等 那麼其實這個呢 我們可不可以通過旅遊家這個節慶呢 能夠駕駛到我們的遊客 深入到我們的社區裡面呢 去享受這些獨特的一些的文化 那麼在這方面呢 也都可以將我們澳門的歷史城區啦 創意的城市美食之島這兩張名片呢 能夠打得更加亮 能夠吸引到更加多的旅客呢 來澳門觀光 多謝 現在我們休息20分鐘